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两下巴变三下巴 三下巴最后变四下巴 因为爱吃 自己煮了以后 本来说家族里人多 后来大半走以后 他就还是一样煮那么多东西 然后他先生最夸张是隔夜菜不吃 然后他就觉得可惜全部都吃掉 我想隔夜菜我怎么不能吃 我每天在吃隔夜菜 火的好好的 来户外 好 再来 雨亮 好 再来雷达 雷达出来了 OK 好 再来就卫星 来 好 各地温度 好耶 好耶 哈喽 不理我 有了有了有了 理我了有了 OK 搞定搞定 好 谢谢大家 我喝酒了 我喝酒了 Dir了 对 Ruban 我们来osset 能box су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封面带通过了华南云带开始接近了江雨的状况 在这北部地区今天早上就有一点感觉 不过这雨的状况来说当云层进来就会有雨 云层离开的时候江雨的部分就会停下来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户外天气了 目前在马祖 金门云层亮多 澎湖 阳光倒是露脸 那在台湾本岛部分可以注意到 北部地区现在的气温跟昨天相较之下 足足下降将近有8度左右 昨天中午的高温26度 现在的气温18度 而且外海有云层进来 所以北部地区开始飘雨了 中部地区还有阳光 云层增多 南部地区天气晴了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目前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到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的雨量图了 从雨量图上可以看到 下雨的形态随着封面的通过 中部以北靠近西半部地区 都有局部性的真雨出现 那中部以南呢 目前的话还是天气晴 给大家个建议啊 下午外出记得要被雨拒了 因为最主要 水气逐渐地要进入台湾上空了 那说到水气 我们就来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 从这张最新的雷达图上可以看到 新北的外海 桃园的外海 新竹跟苗栗这边的外海 已经开始有云层逐渐地进入 所以呢 开始有些水气回波的出现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在这几个地方的朋友要注意哦 云层进来断断续续会有些毛毛雨出现 中部南部目前还没有 但等到下午到傍晚外海的 有云层开始接近的时候呢 中部地区在下午会有雨 南部地区要到晚上的时候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封面带已经逐渐地东移了 北方的冷高压开始下来了 带进来东北季风 所以使得北部地区的天气 明显地转凉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哦 目前在香港南方海面 还有海南岛这边有一些水气带 正在逐渐地由西往东走 明天的时候 这些水气带通过的过程当中 从北到南都会有雨 后天雨少了 礼拜五天气好 礼拜五的晚上水气再度接近 礼拜六封面一通过 礼拜天降雨再增多 所以这个礼拜你可以注意到 整个天气的变化幅度来说 比较明显 但更重要的是 山区的部分都有浓雾 山区赏花的朋友行车 要注意安全了 我们来看看这今天的晚上 到明天的温度了 明天仍然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温度形态来说 北部地区仍然是属于 一个凉凉的天气 雨的部分来说 今晚的时候到明天多 中部地区也有雨 山区的部分会有雾 南部地区是零星的短暂真雨 东半部地区降雨偏少 淮岛地区的夜晚温度比较偏冷 提醒您雨区行车注意安全